謝謝縣長的幫忙 讓我們國發會通過這個事業地方創生的事情 我們現在起嚴密度 傳統 以前三個月的傳統 還要一種水養五公斤 我現在這一種水可以養五十公斤 那我們有這樣的養殖模式 就不需要超抽地下水 AI的台灣調的智能養殖師 那我們這個就是順利的在 先政府的協助下 然後通過國發會的地方創生的 第一個事業創造的一個案子 台灣的現在面臨很大的一個 就是地球暖化效應之後 造成這個魚類的養殖 有大量的暴斃 那我們現在利用上面的遮陽 用太陽能的方式 產生太陽能的電 然後魚也可以多增加它的效益 那上面有太陽能之後 下面養魚它的溫度可以降低五度 這些魚就不會因為高溫而產生 用鏈球菌而讓台灣雕大量的死亡 早期一噸的水養五公斤 我們現在把它發揮到一噸的水 可以養到五十公斤 然後這一些水其實是循環在利用 把這些魚的排泄物排泄完之後 經過生化草 然後分解它的氨淡之後 水再重複的打回去這個魚尺 就是造成一個很棒的一個循環的養殖模式 那我們未來也會來申請這個無炭的養殖模式 一個魚尺是差不多四十五公斤 那就是相當於早期傳統的一公斤的養殖 那所以這樣可以友善地利用這個土地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現有的台灣釣的 這種大面積的土地來下去做建制 這樣就不需要有一個多開發的資源 那也可以讓這些漁民呢 可以參照更大的產值 那土地呢就會善待的啟用 讓魚的產值變多 那整個口服箱的這個魚呢 我們想要把它打造成全台灣 台灣雕最大 而且也是最密集 而且是結合現在的AI科技養殖的 智能養殖模式 也成為全世界的一個典範 您針對口服箱 在國華會第一階段通過 地方創生的案例 來進行現場的一個勘察 那因為這個案例在我們從3月份開始 整個包括土地 包括所有的法令 法規的一個協助解套 包括我們跟地方業者 包括我們台灣雕的業者 他們如何在這個地方做投資 然後做所有的這些養殖的情況 整個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雲林縣政府 跟他加上很多的這些文件方面的一個輸送 或是共同延商 怎麼樣去爭取國華會的這個地方創生的經費 那今天非常成功的 把我們台灣雕 整個的養殖的情況 加上AI智慧 加上智能 讓我們第一個可以減少土地的面積 也可以減少整個的水的這個放油量 如果這樣的一個AI智慧的這個智能語尺 能夠一直copy的話 那我相信我們沿海所有的這些鄉鎮 很多的漁民 無論是台灣雕或是我們的這個文革 或是虱目魚 應該透過這樣的智能科技的結合 都可以讓我們養殖漁業更有競爭力 這個就是如何讓我們漁民增加收益 減少成本的負擔 那我們股坑的這個咖啡本身的一個地方創生 我們也要讓咖啡業者能夠有機會複輸 能夠照顧其他周邊 無論是創造就業機會 或是臨近的這些經濟產業 都能夠一定帶動 這是我們今天共同來討論 也讓我們其他鄉鎮長也能夠了解 目前雲林縣政府跟所有的業者的合作 爭取國外會的這個幫忙 我相信這絕對不是創造三野 口湖地方創生 戰